廣東人過時過節 喜歡吃蠔豉發菜 因為貪他有意頭 原來日本人都有意頭菜 就是這個珍鵰 在日本珍鵰和喜慶這兩個詞語的尾音 都是近似的 而珍鵰本身的魚身紅色 是充滿了節日氣氛和吉祥的感覺 甚至連日本財神抱著的都是珍鵰 難怪在日本無論是生日 婚宴 喜慶 珍鵰都是走不掉的 除了意頭之外 這條來自日本賴湖內海的大盞刺身級 圓條野山的珍鵰 他用了日本的專利CAS細胞活存技術 來速動 百分百保留了魚味和口感 所以吃起來好像自己釣 積釣 這麼新鮮 今天就教大家用這條珍鵰 再加上電飯煲 來一個珍鵰苦飯 珍鵰連同包裝浸水15分鐘作為解凍 把珍鵰在中間切開前後兩節 用鹽醃15分鐘 昆布用熱水浸15分鐘 把緊米洗乾淨 把昆布水和米一起放入電飯煲裡面 然後鋪上一塊昆布 再放上切開的珍鵰 灑上一些薑 蓋上電飯煲蓋 開始煲飯 飯就已經煮好了 主角就在裡面 當然需要這些綠葉 灑上一些薑絲和芫荽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日本也可以吃到真鵰的真味 對於喜歡吃魚的我 挑選魚頭 不起肉 連同飯 原汁原味感吃 是最享受 真是發夢都沒想過 嗯 滋味 真是真味 真是真味 很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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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